一番商议 冷静很快下定了计划 他们先通知莫天明 告知对方想加入联盟可以 但必须把秦臣人头 当作投名状 只要莫天明杀了秦臣 他们自然同意莫天明 加入他们联盟 到那时候 大家一同瓜分 打位王朝 至于现在 他们还是信不过莫天明 本以为莫天明会有些犹豫 起料当时得到回复的莫天明 考虑都没考虑 直接答应了 而且 他保证会拿秦臣向上人头 换取信任 当天夜里 莫天明独自一人离开莫家 暗中前往了玄州 莫天明的果断 倒是让冷和宫等人 都是吃了一惊 在莫天明离开的一个时辰后 冷街府邸中 嗖嗖嗖 几道恐怖人影 如同鬼魅一般 也悄然离开了皇城 他们趁着夜色 跟随莫天明的身影 朝着玄州所在 急促地掠去 只不过呢 冷破宫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一行离开后 一道人影 出现于冷家的上空 陈少果然没说错 冷家为了灭杀陈少 真是煞费苦心哪 竟然几大武王连没出动 那道身影嘴角勾勒冷笑 正是突破了七阶中期的刘太 这些日子 他一直潜伏于冷家附近 以冷破宫等人的修为 竟然没有丝毫地察觉 看到冷破宫等人 果断追击陈少而去 刘太谋中 顿时展望出了浓郁的杀机 黑黑的冷笑两声 身形一晃 便消失不见了 玄州 大威王朝最西北最边境之地 同时幅员辽阔 面积是大威王朝诸多州里 算是比较大的了 玄州里有诸多势力遍布 其中天英谷 山河门等 基本都有六节初期五尊坐镇 算得上是一方称霸 但最强的呀 还是刘先宗 地心城 天恒书院 这三大势力 他们三个呢 称得上是玄州 最顶尖的三大霸主 其中刘先宗名气最大 每年慕名而来者 络绎不绝 毕竟呢 另外两处霸主势力 地心城 乃是王朝城池 玄州的周城 受王朝管辖 天恒书院 则是书院形式 每年招收学员有限 也就只有刘先宗 占据玄州境内一大片山脉 坐拥天地 珍弃浓宇之地 可谓是得天独厚 如同仙宫一般 但此时呢 刘先宗里 一改往日的浩荡 辉弘 隐隐有一丝落寞之意 宗主敌宣 坐在大殿里 查阅着宗门如今的情况 忍不住深叹了一口气 他的心里 此时充斥着 无尽的愤恨 以及 深深的后悔 当初为了在 无忌宗面前立功 他前往大齐国时 几乎是派出了 宗门全部敬锐 诸多顶尖长老是 进阶出洞 力求最短时间内 把秦臣亲人全部拿下 起料呢 他们没来得及动手呢 陈帝阁的人及时赶到 一战之下 他刘先宗诸多敬锐长老 进阶陨落了 若非他逃得快 恐怕也得被斩杀于当场 对此呢 无忌宗 没有半点说吧 如今整个刘先宗 精锐长老陨落 只剩下一些 普通长老和弟子 声势大不如前了 若非还有他这个 六阶中期巅峰的宗主坐镇 恐怕以现在 刘先宗的体量 瞬间就会跌出 三大霸主行列 成为跟天鹰谷 一个级别的 那该死的陈帝阁 希望刘先宗太顺了 当此次被燕无极增主 他们杀的那一天 我都要看看 他们还如何畅狂得起来 老夫定要抱着灭宗之仇 碰了一声 府椅上的把手 瞬间被捏碎了 敌仙谋中 绽放出深深的仇恨 所幸的是 宗门还在 只要积业在 宗门还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就在这时候 宗门外突然传来惊呼 紧接着 一道道极强的气息 从宗门外蔓延而出 伴随飞禽的长啸之声 几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弥漫开来 敌仙何在 出来受死 一道隆隆的轰鸣 宛弱惊雷 瞬间在刘先宗宗门内审彻 久久地回到 敌仙心中一惊 瞬间掠到宫殿外 就看见刘先宗上空 几头飞禽 翱翔天际 在那上面 盘坐着几道身影 其中领头的 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他面容尽秀 眸光深邃 不是秦臣 还能是谁呀 在他身旁 盘坐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 此人身上气息 争鸣血义 宛如力摩 除此之外 在另外的悲琴上 还盘坐着几人 竟然是 丹阁阁主卓清风 气垫阁主 耶律红炮 还有血脉胜帝会长 南宫黎 敌仙脸色断视一变 自从他答应 燕无极宗主 前往大齐国 对付秦臣家人时 他已经料到 自己定然会遭受 陈底阁的报复 陈底阁无法对付冷家 无法对付无极宗 但想对付刘先宗呢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事实上 狄轩认为 就算他不对秦臣的家人动手 但当初在古南都 华天渡等人 跟秦臣立起了深仇 对方同样也得 报复他们刘先宗 所以呢 在冷家给他这个任务之后 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他是万万没想到 秦臣竟然这么张狂 这么快就来到刘先宗了 难道他就不怕冷戒 对他下杀手 还是说 他以为有 卓清风阁主探陪同 可以安然无恙了 心中大惊之下 狄轩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目光一动 第一时间疯狂地嘶吼起来 快 开启宗门大阵 事实上 也根本不用他吩咐 刘先宗其他那些长老 早就行动起来了 只听翁的一声 刘先宗上宫 陡然浮现出一道 迷蒙的白色光芒 这道光芒如同一层光照一样 将刘先宗瞬间包裹起来了 看见宗门大阵开起 狄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刷刷刷 就在这时候 几道身影略动 几名须法揭白的老者 瞬间来到狄轩身边 这几人是一直镇守 刘先宗宗门的太上长老 一身秀卫 竟然都在六阶五尊级别 这已经是刘先宗 仅剩的几名顶尖高手了 狄轩 此人究竟是什么人 其中一名年纪最长的老者 看着天空中极为嚣张的 屁靡眼神凝视下方的秦晨 他震怒道 太上长老 此人就是杀了画天兔的 五国天才弟子秦晨 也是王朝陈帝阁的创始人 在他身边的飞行上 分别是当阁的卓青凤阁主 血脉圣帝南宫黎会长 以及气垫的夜里红涛殿主 狄轩几乎是咬着牙说道 什么 此子就是杀我刘先宗 诸多高手的秦晨 几名太上长老神色愤怒 此子也太嚣张了吧 杀他刘先宗弟子不说 如今竟然直接到 他刘先宗宗门外叫阵 而让他们震惊的是 此子也不知何等能耐 居然能让丹阁阁主等人 陪他一通前来 他们虽然常年在刘先宗闭关 但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刘先宗和秦晨间的一些恩怨吗 自然也是有所知晓 愤怒之余 他们内心却是极为的惶恐 对方此行前来 定然是有备而来 一个处理不好 刘先宗恐怕会有大难 李轩 事情是你惹的 你自己拿出办法来 那名姓田的太上长老 看着李轩语气冰寒 他身为刘先宗太上长老 身份非凡 并不一定非得听从宗主的命令 有些时候呢 甚至可以弹劾宗主 此时他冰冷地看着狄勋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狄勋早被他杀了 狄勋脸色难看 他要是知道秦晨是这么一个武国弟子 在这么短短时间内 能够拟贴到这个地步 就算是杀了好几个花天怒 他也不会出头的 更别说对付秦晨家人了 虽然他很想顶一句 这个教训他的太上长老 当初他答应吴吉宗 对付武国的小子 这个太上长老也没反对呀 口口声声说什么武国废物 敢杀他刘先宗副宗主 在他刘先宗头上撒眼 必定得要他好看 现在呢 又说是他惹祸了 得吧 归功结底一句话 就是啊 对方身份在他之上 他这宗主 得听几个太上长老的号令 狄宣 你身为刘先宗宗主 竟然率人去我五国之地 对付本少的亲人 怎么 做事敢做不敢当 缩在乌龟壳里 不准备露面吗 天空上 秦晨嘴角勾勒冷笑 冷冷地俯视下方的狄宣几人 目光冰冷 你以为区区六界阵法 挡得住本少吗 他目了不屑 手中出现一柄绣剑 朝那下方护宗大阵 一剑猛地斩落 轰的一声 剑气纵横 落在护宗大阵上 只听得剧烈轰鸣响起 整个刘先宗外的护宗大阵 竟然一阵阵剧烈摇晃起来 这怎么可能 狄宣等人纷纷脸色大变 他们刘先宗的护宗大阵 虽然不是七阶王级阵法 但也是六阶阵法中 极为巅峰的 甚至能抵挡一般 六阶后期巅峰五尊的攻击 但在秦晨一剑之下 此阵竟然为之颤抖 难道说此子一剑之威 竟然能和六阶后期巅峰的五尊比拟 此子这才几岁呀 狄宣等人心里满是惊举 狄宣 还不出来 我倒要看看你这刘先宗乌龟壳 能帮你挡多久 秦晨盘坐于悲擒上 手中神秘袖剑再度展出 真理疯狂涌动之下 神秘袖剑带着一道刺眼的亮光 又一次披在刘先宗的护宗大阵上 这一次 刘先宗的护宗大阵颤抖得更加距离了 那圆润的光照上 竟然隐隐有了一丝裂门浮现 虽然很快又修补回去了 可显然代表 对方有能破开他们大阵的能力 一旦对方持续地攻击下来 他们护宗大阵总有一刻会暴力开来的 此时刘先宗山门之上 早就聚集了无数的弟子 这些弟子纷纷冲出 眼睁睁看着秦晨傲立于天穷 一个人攻击顾宗大阵 但是呢 没人敢上前 这可是护宗大阵呢 能抵御六阶后期巅峰武者 强力攻击的大阵 连这种大阵都能被对方轰出一刀裂缝 他们就是普通弟子啊 他们上前 恐怕还来不及出手 已经死在对方灵力见光之下 被绞杀成击坊了 此时所有弟子 惊恐地看着山巅之上的狄宣宗主 以及另外几名太上长老 显然 他们希望狄宣和几名太上长老能阻止对方 对方辞讨论